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新冠一词作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简称为人熟知且避讳 在四川成都就有一家以生产销入月饼粽子为主的食品企业 因为使用了31年的商标叫做新冠 在网络上一度引发热议 10月1日中秋佳节来到 这家成都老牌月饼厂是否因壮名而导致销量受到影响呢 在该公司的月饼展位前 不少市民正在挑选购买外包装上印着新冠商标的月饼 在商标旁还印有新冠让相聚更甜蜜的广告词 该公司总经理郑小燕表示 由于担心疫情以及壮名事件带来的影响 所以公司今年有意减少新冠系列产品的出货量 没想到今年中秋期间 这个系列的销量不减反增 新冠品牌与新冠壮名事件过后 我们也经过了一些市场调查 还是有20%的消费者还是有所顾虑 调查过后我们也对我们的产品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调整 今年接受市场过后 新冠的产品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 现在反而导致我们产品供不应求 郑小燕坦言 壮名事件虽然打乱了公司今年的规划部署 但也让他们因祸得福 经过这次壮名事件 及网上的一些热论 很多消费者产生了兴趣 在我们的销售网店进行拼唱 关注我们的产品 觉得我们的产品的品质 口感相当不错 也导致我们的产品需求量的增加 针对网络上一些要求公司 将新冠商标改名的声音 郑小燕表示 公司既不会选择改名 也不会利用这个商标进行炒作 我们企业是至今有30亿页 新冠品牌也是加油服务的品牌 在西南地区 我们不会进行更名 我们后期只会把产品的品质 做得更好 让大家更加信任我们新冠品牌 现场许多购买月饼的成都市民都表示 购买月饼首先考虑的是口感以及质量 商品名称 广告语 并不会影响购买时的选择 月饼是买的是这个 我觉得所有的包装 所有的名字 似乎没得那么严重 这种现象不要误解 误解了这个是食品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细菌 我考虑它的质量和老品牌 这个老字牌啊 老字号啊 千万不要乱动 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什么 这些这些